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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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我們要進入到這個 傳統邏輯的部分 OK 好 那當然很多同學會說 欸 老師為什麼我們 不是教了當代邏輯嗎 你為什麼上課上到期中考 就把我們拉回到傳統邏輯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怎麼回事呢 老師上到一半要復古一下 是這個意思嗎 好 不是啦 容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就是所謂這個傳統邏輯呢 基本上呢 他指的是從這個亞里索爾德開始的 OK 那在這個當時亞里索爾德開始 一手創建這個邏輯學開始 他腦袋裡面的想法 跟我們今天的想法是大不相同的 我們今天的想法裡面 比當時他的想法要多很多東西 譬如說各位從第一單元到第七單元 幾乎我們用了半學期的時間 我們都在做什麼事情 我們都在做以句子做單位的思考 對吧 各位想想看 我們是把P當成一個句子 Q當成一個句子 對不對 R當成一個句子 我們都是用句子來思考 以句子做單位 成為我們邏輯推論的一個思考的方式 對不對 那麼當時亞里索爾德在開始考慮這件事的時候 他不是用句子開始 他是從語詞開始 他是從一個一個語詞開始 那當時他把這個一個一個語詞稱為什麼呢 當時他把這個一個一個語詞稱之為範疇 一定有同學聽過這個詞對不對 叫做Categories 對吧 他叫做Categories 如果翻譯成各位今天的想法 那個東西就是集合OK 那個東西就是集合 就是一個語詞就代表一個集合 比如說男人是一個集合 女人是一個集合 動物是一個集合 桌子是一個集合 椅子是一個集合OK 那就是一個一個集合 然後呢 亞里索爾的腦袋裡面想的是說 這些集合之間有什麼關係呢 這些集合之間的關係大概是這樣 比如說我會說所有的男人都是人 對吧 趕快同意男生趕快點頭 女生不一定要點頭 男生一定要點頭對不對 所有的男生都是人嘛 所有的男人都是人嘛對不對 對吧 好 所有的男人都是動物 沒有錯吧 OK 是吧 然後呢 所有的男人都不是植物 趕快點頭啊 對吧 是吧 所有的男人都不是植物嘛對不對 對吧 好 所以他的思考是說一定是這些範疇範疇之間一定有點關係的 這些範疇範疇之間一定有點關係 那他的關係大概是說 大概是這個範疇是屬於這個範疇裡面的 比如說男人都是人 或者這個範疇裡面都沒有屬於這個東西的 比如說男人都不是植物 對吧 OK 好 或者是說有些男生是自私的 表示他有點交集 就是男生的是男人是一個集合 自私的是一個集合對不對 那男人跟女人 對不起 男人是自私的 表示說男人這個集合跟自私這個集合是有點交集的 對吧 是吧 那有些男人是不自私的嘛 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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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男人是不自私的嘛 所以他雖然有些是但是有些不是 大概他的那個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好 那這個呢 其實是我們後半段的開始 我們後半段呢 要進入所謂的Pretical Logic 就是所謂的述詞邏輯 或者我們會叫做First Order Logic 就是初階邏輯 那初階邏輯或者是述詞邏輯 他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接下來會加入量詞 量詞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這個 我們把這個範疇或者叫這個集合 我們是看他的量的多寡 比如說全部的男人都是人 那個全部就是一個量詞 就是一個量詞 然後呢我說部分的男人是自私的 或者有些男人是自私的 這個也是一個量詞 OK 那當然我們要有各式各樣的量詞 但是當時亞里斯沙的想法是說 我們從最簡單的量詞 就是從全部跟部分來考慮就好 OK 而不去考慮很細微的差別 比如說怎麼樣的細微差別呢 比如說我們有很多量詞像什麼 大部分 對不對 有大部分這個詞嘛 那大部分是怎麼樣叫大部分 我們也沒有一個規定嘛 那我們有什麼少部分 對吧 few嘛 對不對 那少部分是怎麼個掃法 我們其實也沒有規定嘛 所以這些量詞為了避免麻煩 所以當時這個亞里斯沙人 一開始在思考的時候 就是說我們用最簡單的量詞就是 一個是全部 一個就是部分 這樣來考慮就好 OK 所以這樣的一個邏輯系統 其實是我們後面整個初階邏輯 或者是述詞邏輯的開始 OK 所以為什麼要把你拉回到傳統邏輯 是因為我們要從這裡出發 OK 它本來就是邏輯系統一部分 OK 說真的啦 當時這個亞里斯沙人他認為說 他已經他這樣的一個邏輯系統 已經是全部的邏輯了 OK 他壓根沒想到我們前面講的那個 用句子當單位的推論方式 他壓根沒想過這件事 OK 那我們今天看起來當然是事後諸葛亮 說你看我們現在當代多厲害 我們都知道有這種推論方式 他當時居然不知道 這樣的批評有點過火啦 OK 各位要想想他在那個時代 他能夠把這個邏輯推論這件事做出來 就很不容易了 OK 那亞里斯沙人這個邏輯學統治了多久呢 各位知道他統治了多久嗎 他統治的時代大概前前後後超過2000年 就沒有人去挑戰過這個系統 這個系統的靠離我們最近的一個發言人 是康德 各位知道康德這個哲學家嗎 康德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序眼裡面講到 亞里斯多的邏輯已經是完美的科學了 任何對於邏輯的增減只是細節的修改而已 OK 當時他說得誇誇其言 OK 結果沒想到 在他死後不過就100年而已 整個就全部垮胎了 OK 所以這個是個有趣的這個發展 就是說 當時的人那個眼光只能看到這個系統而已 OK 當然我們今天是事後諸葛亮 我們才會說我們都可以看到這麼多 但是各位一定要知道 那種創新是非常不容易的 OK 我們要在既有的素材底下去做創新這件事 是非常困難的 所以我們去看當時康德也好 亞里斯多德也好 千萬不要用我們今天的觀點來 說這個簡單的事情你們看不出來 OK 那有沒有人看出來 有 事實上在這個古希臘時代 其實就已經有人看出來這個問題 但是沒有得到重視 OK 一直沒有得到重視 那一直到這個中世紀呢 因為進入黑暗時代 大家都標舉亞里斯多德 有點像這個中國的那個什麼 獨尊儒術那個時代 就是只要拿一個旗子對不對 其他通通趴下 感覺是這樣 就是一個旗子拿起來 然後其他學問通通趴下這樣子 只有我這個最厲害 那在中世紀有點這樣的味道 就是說他們呢 叫標舉的那個亞里斯多德 所以邏輯學在當時也變成是一個 這樣的一個角色 OK 所以在大概在14世紀之後呢 一直到康德的時代呢 這些都沒有多大的發展 要一直到19世紀開始 我們的邏輯才算是真正的有發展 而且到20世紀初 我們才發展出後面這個 整個的一個數值邏輯系統 或者是初階邏輯系統出來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長遠的一個努力 才得到的一個成果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回到這個語詞上面來 那它有什麼用處呢 它的用處是這樣 來 各位告訴我 像這樣的一個推論 蘇格拉底是人 所有人都會死 所以蘇格拉底會死 各位告訴我 你直覺上覺得它是一個有效認證還是無效認證 來這位同學 有效認證對不對 是吧 你直覺上會覺得有效認證對不對 好 那我請教各位 如果我們用句子當單位 各位回想一下 如果我們用句子當單位 第一句話是什麼 蘇格拉底是人 我們可以假設這句話是P 第二句話是什麼 所有人都會死變成Q 因為第一句話跟第二句話不一樣嘛 所以第三句話是什麼 蘇格拉底會死R 那各位告訴我 從P跟Q可不可以推出R 一定不行嘛 對不對 對吧 好 也就是說我們在一開始 第一單元的時候 我就跟各位說過 對吧 這樣的東西放在語句邏輯裡面 它會是無效認證 所以要記得喔 邏輯的有效無效 是看你放在哪一個系統來決定喔 OK 邏輯的有 這個邏輯推論 這個邏輯推論 它這個論證到底是有效還是無效 是要依據你的系統來決定的 OK 而不是說我直覺它有效就有效 我直覺它無效就無效 不是這個意思 OK 那個是太naive的 非常粗糙的邏輯概念 我們的邏輯概念是該告訴你說 事實上你要去說明它的有效性 它的 validity 或者說這個推論是有效或無效 是根據你放在哪個系統來決定 OK 你放在哪個系統會影響它的有效性或者無效性 可以嗎 所以你如果把這個放在這個語句邏輯 或者命題邏輯裡面 它根本就是一個無效認證 OK 所以它並不是在所有邏輯系統裡面都是有效的 OK 換言之你的思考方式是用句子做單位 或者用語詞做單位 會影響你的論證的有效或無效 OK 那後面我們還會再進一步了解 我們即使用語詞做單位 OK 用語詞做單位 我們還要擔心我們是用一元的性質做單位 還是用二元以上的關係做單位 那個也會影響你的論證的有效或無效 OK 所以那個思考方式是這樣的 所以很多人在爭辯的時候會說 這個就對的啊 那個人說那個就不對的啊 你的邏輯怎麼這麼奇怪 請問有時候他們在吵什麼 有時候他們在吵的就是他們的思考單位不同 OK 所以你已經學過這門課了 你應該要比較了解這件事 就是說你應該要去找到的 不是這個論證一定有效或是一定無效 而是你要進一步去看出 它是用哪一個單位做為思考的這個方式 OK 有些人就會用句子做思考 有些人會用語詞做思考 有些人會用性質做思考 有些人會用關係做思考 OK 它有各式各樣不同的那個思考方式 好 好 那我們開始來看亞里蘇的三端論 好 首先我們來看這個語句結構 它語句結構很簡單 它語句結構就是說 我們剛剛講過它需要一個量詞 這個量詞就是說 它會講所有的或者是部分的 那它就用兩個很簡單 一個就是all 一個就是some 就是所有跟有些 OK 如果至少一個就叫有些 可以嗎 至少一個就叫有些 好 那這兩個是兩個語詞 就是有兩個category的關係 好 中間的這個細詞就是肯定或否定 就是是或者不是 OK 那個就是我們的細詞 好 那我們來看 我們有四種基本句型 第一種各位要記得 這個叫A句型 等一下我們要做遊戲用的 所以各位一定要記得 這叫A句型 OK 好 Type A 就是OSRP 所有的S都是P 可以嗎 所有SW 比如說所有的男人都是人嗎 或者所有的椅子都是可以坐的 有沒有例外 所有的椅子都可以坐有沒有例外 不一定 老師的椅子 老師的椅子 對 這個應該可以吧 老師的椅子應該可以坐啦 你這樣講有點危險 有一個椅子應該是不能坐的 娃娃屋的椅子 應該不可以坐吧 對也許可以因為娃娃可以坐 你說得對娃娃可以坐 這樣算不算坐可以啦 是不是所有的椅子都可以坐的 OK好 總之anyway他就是要告訴你有這樣的那個句型 好 第二類句型叫做E句型 好 E句型的Type E是說 所有的S都不是P 比如說所有的男人都不是植物 對吧 OK 雖然有些女生不太同意 對不對 不過anyway大概是 我們是以真實的情況來講 你那個評價不算 你說我的沒有喔 我的那個男朋友就像植物一樣 那個是評價問題 OK 我們講的是事實問題 我們是講fact 我們不談value的問題 好不好 你自己個人評價我們不管 好 所以所有的S都不是P 比如說所有的男人都不是女人 對吧 所有的男人都不是植物等等之類 OK 好 再來 I句型是Some SRP 有些S是P 好 有些S是P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比如說有些男人是自私的 對吧 對吧 或者有些男生很娘 對吧 或者什麼 有些女生很大方 並不會所有的嘛 這是有些而已嘛 對吧 不會所有嘛 你們都用所有 有些這個字眼 好 再來是O句型 就是有些S不是P 比如說有些男人不是自私的 對吧 有些女人是不大方的 OK 等等之類 可以嗎 好 大概是這樣子 好 那現在這四種句型呢 來 各位告訴我 我們有一個對當關係 來讓各位來做一個遊戲 來 我們有四個選項 第一個是蘊涵關係 哪一個蘊涵哪一個 OK 好 第二個是這兩句話是矛盾的 第三個是這兩句話可以同質為真 但是不可以同質為假 第四個是這兩句話可以同質為假 但是不可以同質為真 各位告訴我 我們有1 2 3 4 5 6 5 6條線的關係對不對 對吧 好你會把它配到哪一個關係 好 給各位稍微思考一下 我們等一下請同學來給我們這個說明一下 你會怎麼選擇 好不好 這邊來可以嗎 黑衣服同學 Yes 我可以從你開始嗎 請問貴姓 何同學對不對 何同學 好請教您一下 1 2 3 4 5 6 1 2 3 4 5 6 跟A B C D的配合 你可不可以選一個號碼 配一個 1 2 3 4 5 6 選一個號碼 1 是不是 好很好 他會配到哪一個 他會配到矛盾 是嗎 所有的S都是P 跟所有的S不是P 是矛盾的 OK好 什麼叫矛盾 好 容我說明一下矛盾的定義 兩句話矛盾的意思是 如果A這句話是真 B這句話一定是假 而A這句話是假的情況下 B這句話一定是真 這個叫矛盾 我再說一次喔 就是A跟B這兩句話矛盾的意思是 他們的真假是一定要相反 就是A真的時候B一定要假 A假的時候B一定要真 這個叫做矛盾 OK 好 請問您現在還堅持它是矛盾嗎 C C 可同真但不可同假 各位同意嗎 這位同學看起來胸有成竹 請問貴姓是 願意給我們一些修正嗎 你也覺得是矛盾對不對 是嗎 OK很好很好很好 你也覺得是矛盾 所以你贊成他第一次的答案對不對 對嗎 是不是 很好很好 那你還要改你的答案嗎 有人贊成你耶 你還需要改答案嗎 還是堅持矛盾 還是要改 好 那有沒有人願意幫他說明為什麼是矛盾的 這位同學也不願意說明為什麼是矛盾的 你怎麼思考的可以告訴我們嗎 對你也可以舉例子說明沒有關係 全部的男人都是職務 全部的男人都是職務 跟全部的男人不是職務 這是矛盾的 來這位同學剛剛要發言請說 我跟他的討論 你覺得是第一 覺得是第一 是嗎 有什麼理由嗎 有沒有一個好的例子可以讓我們很容易思考 就是說 全部的男人都很自私 可是這個是不一定對的 是 是 是 這樣子他兩個都可以加分 OK 很好 來 他這個例子不錯 來 我把這個例子再重述給大家 他說 我們來考慮這個例子 全部的人都很自私 跟全部的人都不自私 這兩句話是不是矛盾的 不一定啊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說過矛盾的意思是什麼 其中一個真 另外一個一定要為假 那全部的人都很自私 跟全部的人都不自私 這兩句話可以同時為假 為什麼 因為有些人不自私嘛 有一些人很自私 有些人不自私嘛 所以你說全部的人都自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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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同意 對吧 你說全部的人都不自私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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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同意 是吧 我可以同時都否定這兩個嘛 對吧 我可以同時否定全部的人都自私 跟全部的人都不自私 這兩句話是可以同時為假的 同意嗎 OK 很好的思考方向 對不對 非常感謝 OK 所以事實上我們是可以同時否定這兩個 OK 讓他同時為假 是吧 所以他可以同時為假 但他可不可以同時為真 不可能 對吧 因為各位想的其實是他不可能同時為真 OK 但是各位沒有想到他可不可以同時為假 OK 大概有個思考方向對不對 瞭解吧 大概用這樣的例子來思考是非常好的 OK 好 那接下來隔壁同學 哈囉 可以請教您嗎 可以給我一個號碼 3號 3號 非常好 您喜歡什麼 配到哪一個 C 非常好 對吧 因為同樣的理由 對吧 如果我們也才說是同樣的理由 對吧 就是有些人是自私的 跟有些人是不自私的 這兩句話可以同時為真 對不對 對吧 這兩句話是可以同時為真的 有些人 我們可以相信有些人自私 有些人不自私嗎 對吧 來 是吧 他可以同時為真 但是不可以同時為假 OK 好 再來 換中間好了 這位同學可以嗎 可以給我一個號碼嗎 謝謝 哈囉 請給我一個號碼 都可以 沒關係 As you wish 2號非常好 來 2號 2號您覺得是 您選了一個最難的 不過也不盡然 然後因為每個人思考方式不太一樣 也許對您來講是比較簡單的 您覺得是哪一個 ABCD 你會配到哪一個 B 它是矛盾的 E是所有的都不是什麼 O是有些不是什麼 OK 就是說 所有的人都是不自私的 所有的人都是不自私的 這個叫E 好不好 這個叫E語句 所有的 有些人不是不自私的 這個叫O語句 那請問這兩個關係應該是什麼 A 應該是什麼 您覺得是A是蘊涵對不對 對吧 是不是 來 是吧 那是哪一個蘊涵哪一個 E蘊涵O還是O蘊涵E 是E語句會蘊涵O語句還是O語句會蘊涵E語句 應該是E蘊涵O嘛 為什麼 因為一個是所有的嘛 對吧 Right 是吧 OK 好 所以應該是E蘊涵O比較合理 好 那4其實跟2是一樣的 各位看得出來嗎 4跟2其實是一樣的對不對 就是所有跟有些的關係 好 接下來5跟6呢 是不是可以選一個5跟6的 這位同學還有 不要看這邊 watching me yes you are the right person please yes OK請說 哪一個 五式矛盾 五式矛盾 OK好 所以五式矛盾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人都不自私 這代表什麼 跟有些人是自私的是矛盾的嘛 你已經跟我講 所有人都不自私嘛 對吧 好比說老師如果在這邊當場宣布 所有的人 都沒有被當 然後呢 結果你們回家看 欸有些人被當 這不是矛盾嗎 對吧 老師明明就宣布說 沒有人被當掉嘛 對吧 所有的人都沒有被當嘛 對吧 結果你回家又發現有些人被當 這顯然是矛盾的嘛 對吧 一定不能同時成立嘛 是吧 如果有些人被當 就不會代表所有人都不被當嘛 對吧 OK一定是這樣嘛 這樣可以了解 他很矛盾的關係 非常好 各位表現得很好 OK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看這個三段論的結構 這個三段論的結構是這樣 OK我們很快來看這個結構 因為我們重點是在怎麼做test 好不好 所以這個東西呢 記憶的東西我們就留給各位 我很快地帶過去讓各位看一看 我們分成所謂三段論的意思 其實有兩個意思 就是說第一個意思說 大部分應該是講說 它是三個詞之間的關係 不過也有人會把它解釋說 它有三句話的推論 第一句話叫做大前提 再來是小前提 再來是結論 OK 所以大前提 小前提跟結論 簡單來講是兩個前提 一個結論 OK 那它怎麼區分的呢 它的區分是這樣 就是說呢 它有三個詞叫小詞 中詞跟大詞 OK 那它的結論一定是小詞跟大詞的關係 就是minor term跟major term的關係 OK 那所謂小詞跟大詞的關係 它會放在結論 然後兩個前提 小前提就是小詞跟中詞的那個語句 叫做小前提 那如果是大詞跟中詞的前提 我們就把它叫做大前提 OK 這個組合上是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把這個句子呢 做一個形式化 接下來我們都用這個句子來表示 就是S跟P S跟P分別表示兩個詞 通常S用來表示小詞 OK S我們用來小 那個minor term 我們就用代表小詞 P用來代表大詞 major term OK P用來代表大詞 然後呢 我們等一下還會用到M M的話就是用來代表中詞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把這個句子 OSRP 所有的S都是P寫成SAP 等一下各位看到我這樣寫的時候呢 中間那個A的意思 就是表示它是A語句的意思 OK Type A的意思 它是A句型 那中間寫個E表示它是E句型 所以你如果等一下看到這個 你就要讀成所有的S都是P 看到這個你要讀成所有的S都不是P 你看到這個要讀成有些S是P 看到這個你要讀成有些S不是P 這樣OK嗎 這樣OK嗎 這樣可以嗎 這是我們的形式化 有沒有問題 可以喔 好 那很快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好 我們把論證做一個形式化 譬如說所有喜歡古典樂都是好人 有些火星人喜歡古典樂 所以有些火星人不是好人 好 那怎麼形式化呢 我們有三個詞 你要先把三個詞找出來 小詞會出現在哪裡 小詞一定會出現在結論的主詞 所以這個結論的主詞是火星人 這個就叫小詞OK 好 結論的述詞Precate 這個好人就會是大詞 然後出現在兩個前題當中 不出現在結論的那個叫中詞 所以喜歡古典樂這個叫中詞OK 好 可以嗎 好 所以它的這個形式化就是這樣 好 第一個是什麼 MAP 對啊 所有喜歡古典樂的都是好人 所有都是嘛 對不對 對吧 因為也是A嘛 好 那第二個是SIP是什麼 有些火星人喜歡古典樂對吧 好 最後SOP 好 千萬不要把它當成標準作業程序好嗎 因為我知道各位會有職業毛病 不要看到SOP就開始很衝動這樣子 那個不是 這個是說有些火星人不是好人 OK 對 有些火星人不是好人 OK 好 那各位想看 我怎麼決定它是有效論證還是無效論證 各位覺得如果我有三個語實對不對 對吧 那我要來決定它是有效論證還是無效論證 怎麼辦 好 各位一定要好好欣賞 從古希臘開始哲學家的努力 這些邏輯學家怎麼做呢 他們做法是第一步 先把所有可能的論證的樣子全部列出來 請問各位這樣的論證會有幾種 好 第一步開始 要先把所有的論證列出來 OK 這個努力的方向是這樣 好 基本上它的排列方式有這四種 根據大詞 中詞 小詞的排列方式 對吧 為什麼 因為我講過這個結論一定是小詞跟大詞 結論一定是小詞跟大詞 對不對 所以依據中詞的排列方式有這四種 對吧 OK嗎 所以排列形式有四種 好 接下來 這裡面每一個都可以填進一個目 就是它的語氣詞 語氣詞就是那個量詞嘛 量詞跟那個細詞對不對 就是所有的都是什麼 或者所有的都不是什麼 或者有些是什麼 或者有些是什麼 或者有些不是什麼對不對 好 這些的語氣詞可以有四種表達 不同的表達叫AEIO 填進去 請問總共會有幾種論證 剛剛講的四種格式裡面 每一個裡面都可以填進AEIO 對不對 這裡面這個可以填AEIO 這個可以填AE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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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請問總共有幾種 各位要不要幫我算算看 總共有幾種 256種 對吧 好 那你填出來之後你發現 這裡面總共有256種不同的論證 那以前的邏輯學院很簡單 我們就把256種列出來 全部列 全部列出來 列出來之後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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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一個檢查 太厲害了對不對 各位要欣賞一下 我剛剛講的這個方法 一直用到什麼時候 一直用到14世紀 都是用這個方法 然後後來這些中世紀的邏輯學家 為了要幫助各位記憶 OK 還把他每一個有效的論證 通通寫上一個拉丁文名字 所以如果你在14世紀15世紀學邏輯 你的任務就是把所有這種三段內有效論證的 拉丁文背起來 各位如果上網去看就可以看得到 他每一個都有一個 那個有效論證都有一個那個 拉丁文的名字 OK 所以你如果在14世紀15世紀 你就只能做這件事 非常有趣的事情 OK 好 所以我們當然到今天為止 我們拿到用這個方法我們當然不會 對不對 我們已經這個進步很多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 大概不會用以前那個方法說 我每一個來test看看哪些是有效論證 或哪些是無效論證 我們今天當然不做這樣的事情 OK 所以我們有一個簡單的步驟呢 讓各位來做這樣的test OK 好 所以第一個test的目標是這樣 如果結論是肯定的 結論是肯定的 就是所有的都是什麼 或者有些是什麼 肯定句 那麼兩個前提一定都要是肯定 OK 如果結論是否定的 那麼前提一定是有一個肯定 一個否定 OK 這是第一步 可以嗎 好 先看看他有沒有通過這個test 好 通過之後你再看進行第二步 第二步是在結論是周延的 OK 在前提也必須是周延的 OK 周延的意思是談到整個集合的意思 OK 就整個範疇都包括的意思 OK 那等一下我給你一個周延的一個判斷標準 好 再來第三個判斷標準是中辭至少要周延一次 OK 好 通過這個test 他就是一個有效論證 OK嗎 好 那接下來問題來了 那什麼叫周延呢 好 周延的判定是這樣 好 周延的意思是說 我們要談到的是包括這個語詞所有談到的對象 這個叫周延 OK 好 所以從主詞來看 從主詞來看 如果主詞前面出現的量詞是全部的 我們主詞前面會有一個量詞嗎 對不對 對吧 主詞前面會有一個量詞對不對 如果這個主詞前面的量詞是全部 全部 全部都怎麼樣 全部都不怎麼樣 那個就是周延的 如果是有些就是不周延的 因為有些就表示他沒有談到全部嘛 對吧 沒有包括那個全部的意思嘛 OK 好 那從述詞的觀點來看 如果述詞前面的細詞是肯定的 他就是不周延 如果是否定的 他就是周延的 意思就是排除的意思嘛 OK 排除的意思 OK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們開始利用這個判斷法來說明 比如說這個 好 各位來跟著我們來看 A 我們先來圈圈看 哪些是周延的哪些是不周延的 通常如果是周延的 我們會在他的右上角打個圈 OK 如果是不周延 我們就在右上角打個X OK 那各位來練習看看 這個A應該是怎麼樣 這個是所有的S都是M 對不對 對吧 所以前面這個是圈 後面這個是X 有問題 可以嗎 好 第二個是所有的M都是P 所以前面這個是圈 後面這個是X OK 好 最後是所有的S都是P 所以前面這個是圈 後面這個是X 對吧 OK 好 所以A與G的特徵 各位可以觀察出來 A與G的特徵是什麼 就是前圈後X 對吧 OK 好 那A與G的特徵是什麼 各位想A與G的特徵 A就是所有的S都不是P 那就是前X 沒有對不起 前圈後圈 如果是I與G呢 I與G就是前X後X 對不對 OK O與G呢 就是前X後圈 OK 它其實有個規則 你可以按照這個規則去做 所以你做出來之後 它會是這樣 對吧 好 那各位我們來判斷 從A來看 好 第一個標準是結論是肯定 所以前提兩個都要是肯定 對不對 這第一個要求嘛 對吧 好 所以A這個結論是肯定的 因為它是SAP對不對 所以是肯定的 前面兩個都是肯定的 這個沒有問題 對吧 好 第二個判斷標準是什麼 第二個判斷標準是什麼 第二個判斷標準是 結論周圓的前提一定要是周圓 結論周圓 S周圓 前提是不是周圓 對吧 好 第三個要求是什麼 中詞至少要周圓一次 有沒有 沒有 那個M有沒有周圓一次 有 是不是 所以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這樣OK嗎 OK 好 它進行到另外一個部分就是泛恩圖結的部分 OK 好 那我稍微再跟各位稍微複習一下 這個亞里索爾德的這個想法 它的想法是說 我們的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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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語詞呢 都代表著一個category 就是它代表著一個集合 以我們今天的術語來講 它就是一個集合 那這個集合裡面會有一些東西 對不對 然後我們要談這些東西 跟其他的集合之間的一些關係 對吧 比如說我們都很了解說 假設我們如果是這個 所有的人都是動物 那就表示所有的人都會落在動物這個集合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那它藉由這樣的一個概念呢 它去做這樣一個test就是說 我們能不能找到一個方法 去測試出哪些論證是有效論證 哪些論證是無效論證 OK 那當然這個亞里索爾德經過這樣的一個測試之後呢 就是我們上次這個講的這個結果 所以我請各位再稍微看一下這個 上次我們講到的這個ABCD四個論證 OK 那這個A是根據這個test通過的狀況對不對 就是第一個test是說 如果結論是肯定句 那麼前提必須兩個都是肯定句 那麼如果結論是否定句 那麼前提必須是一個肯定句一個否定句 好這第一個test 好第二個test是說呢 在結論周延的 那麼你到這個前提去看的時候必須要是周延 各位記得那個順序不要倒過來 我是說結論周延的前提要周延 我並沒有說前提周延的結論要周延 好不好 OK 這個順序先萬不要搞混了 好 那第三個test是說呢 我們必須要去看中詞 中詞至少必須要周延一次 OK 這個大概就是我們要的一個標準 好 所以根據這個標準呢 我們可以做這樣的一個test呢 我們會發現ABCD四個論證呢 基本上通過的就是有效 不通過的就是無效論證 OK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今天要進行的是 所謂的Venn Diagram OK 就是範恩圖解 好 那範恩呢 範恩圖解法呢 基本上它的構想大概是這樣 好 既然它是一個集合 OK 那我們就可以用集合來描述它的蘊涵狀況啦 或者包含狀況啦等等 我們用這樣的方式來理解 好所以它的想法是這樣 對A語句來講 好 對A語句來講 意思就是說所有的S都是P 那就表示說我們現在畫斜線的這個部分 是表示這裡沒有東西 我再強調一次 我們只要畫斜線的是表示這裡沒有東西 好不好 就表示這裡沒有東西 意思就是說呢 A語句保證這裡沒有東西 它guarantee的這樣的一個東西是說 沒有東西會落在不是P的範圍裡面 OK 所有的S只要是不落在P的範圍就沒有東西 好 那所有的E語句是說所有的S都不是P 好 那它保證什麼 它保證說這個部分沒有東西 OK 這個部分沒有東西 可以嗎 只要保證的是這件事 好 接下來I語句 I語句是什麼呢 I語句是說有些S是P 那有些S是P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這裡有東西 好 各位看到我畫一個XX對不對 對吧 我要懇求各位改變你的習慣 因為你如果看這個一般的這個邏輯的參考書 OK 他們都是用XX表示這裡有東西 所以XX不是表示沒有東西 OK 所以各位千萬要記得就是說 你千萬不要自己看講義看到一半說 這個XX應該是沒有東西 不是的XX是表示這裡有東西 OK 那以前我曾經嘗試過 以前我嘗試過這個要適應我們的這個習慣 所以有一度我把它改成圈圈表示有東西 XX表示沒有東西 結果後來這個同學們後來都發出這樣的complain 說他們去看其他邏輯書都看不懂 為什麼 因為他們覺得那個XX是沒有東西 可是一般邏輯書的習慣就是那個XX是表示有東西 好不好 所以我懇求各位這個改變你的習慣 要不然你以後去看別的邏輯書 你會回來complain說 這個為什麼記號上是這樣 OK 所以這個notation上的問題 我想各位應該要這個稍微改變一下 就是我們這裡表示的是說這個有東西 OK 好 那這個有些S不是P表示什麼 表示在不是P的這個範圍裡面 S會有一個東西至少一個東西在裡面 OK 這個XX表示說在這個範圍裡面至少有東西 好 好 那半分圖解的意思就是說 好 我們現在有一個目標導向 好 我們講過這個目標導向對不對 好 我們有一個目標導向是說 我們現在要看它的論證 是不是一個有效論證 Alright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們要看看這個論證是不是有效論證 我們可以來看 對於這個論證來講 OK 就是SAM MAP SAP 好 各位想看 各位想看 好 我們的目標是要讓這個圖形裡面結論是需要得到什麼結果 我們先想想結論要什麼結果 OK 那我稍微給各位畫個圖示意一下 為了幫助各位可以比較容易了解 OK 我稍微畫個圖幫助各位一下 好 等一下我們可以用這個號碼來理解 OK 就是說 好 假設呢 我們現在有三個圈圈 好 表示三個集合的關係 OK 好 這個是小詞 這個是中詞 這個是大詞 OK 好 然後這1 2 3 4 5 6 7 好 我們可以把它分成7個區域 OK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們把它分成7個區域 就是1 2 3 4 5 6 7 OK嗎 好 那現在目標大概是這樣 如果我們要得到SAP這個結論 好 我們要得到所有的S都是P這個結論 好 各位想想看 我的目標就是 如果可以把什麼地方畫掉 我就等於是我的結論一定是成立的 1跟2 1跟2 對不對 我們要把1跟2畫掉 對吧 我們的目標是不是這樣 OK 好 那第一句話告訴我們什麼 第一句話告訴我們說 所有的S都是M 那表示我可以畫掉什麼地方 所有的S都是M 那表示我可以畫掉什麼 所有的S都是M 所以我可以畫掉什麼 1跟6 對 所以我第一個步驟就是把1跟6畫掉 OK 好 再來 第二句話告訴我們說 所有的M都是P P 那表示說我可以畫掉什麼部分 所有的M要都是P 所以我可以畫掉2跟3 好 那我們剛剛說我們的目標是要做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要畫掉1跟2 我們有達到目標 有嗎 我們抓到目標了嘛 對吧 那所以如果這樣可以讓我們達到目標 表示這個前提可以推出結論 所以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OK 這樣清楚嗎 好 所以它是一個目標的想法 就是說那個目標是我要去達到的 他說OK 好 很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B B我們稍微做個練習就很簡單 好 B的目的 好 一樣 因為它是SAP 對不對 所以很顯然B的目標也是想要把什麼東西畫掉 你要把什麼東西畫掉才算數 你還是要把什麼東西畫掉才算數 1跟6 是不是1跟6 Sorry 1跟2 你要把1跟2畫掉 對不對 對吧 你的目標一樣要把1跟2畫掉 好 那第一句話告訴我們什麼 SAM 所有的S都是M 它等於告訴我們什麼 它等於告訴我們說 我們可以把1跟6畫掉 對不對 所以是畫掉1跟6 第二個是說 所有的P都是M 好 所有的P都是M 我們畫掉了什麼 5跟6 是吧 我們是不是畫掉5跟6 那6剛剛已經畫掉了吧 好 所以再多畫一個5 是吧 好 那我們剛剛說我們的目標是要把什麼畫掉 1跟2 可是我們有沒有達到目標 並沒有 對吧 好 所以這個可以證明它是一個 無效論證 Yes OK 所以它並沒有達到我們要的目標嘛 就是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要把1跟2畫掉 對不對 但是它沒有達到目標 OK 好 那再來我們來看C的論證 C的論證是說M1S 那意思是說所有的M都不是S 那所有的M都不是S 表示什麼意思 我們要把什麼東西畫掉 所有的M都不是S 2跟7要畫掉 是吧 2跟7要畫掉 OK 那所有的P都不是M 所有的P都不是M 那我們當然要知道要什麼畫掉 所有的P都不是M 那就是4跟7要畫掉 那7剛剛已經畫掉了嘛 所以再把4畫掉就好了 OK 好 那畫掉之後 我們的目標應該要什麼 各位想看我們的目標要什麼 我們的目標是有些S 我們要的目標是有些S不是P 對不對 對吧 所以表示哪裡應該要的東西 哪裡應該要的東西 哪裡應該要的東西 才是算得到我們的答案 要在1的位置要的東西 對不對 可是顯然它並沒有出現 所以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所以從這裡我們可以證明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OK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這個論證D OK 好 SEM 表示什麼 所有的S都不是M 好 各位來做個練習 所以應該把什麼地方畫掉 所有的S都不是M 應該把27畫掉 非常好 第二個 所有的P都是M 所以我應該要把哪裡畫掉 5跟6 5跟6畫掉 OK 好 我要把5跟6畫掉 很好 結論是SOP 表示哪裡要的東西 E要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有效論證還是無效論證 可以請這位同學回答一下嗎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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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同學 您搖頭是無效還是不知道 無效 有效 他們意見不太一樣喔 對吧 各位發現他們意見不太一樣對不對 我們請這邊來發言好了 可以嗎 這位同學 無效 無效 可以請教您的理由是 您的理由是什麼 你剛剛講有效 OK好 您的有效的理由是 可以請教嗎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我不知道怎麼解釋 但是它有效 太好了 正好是我們這堂課的目的 我們這堂課的目的就是 你一定要能夠把理由講出來 OK 太棒了 你完全展現了我們這門課主要的目的對不對 我們這門課主要目的就是說 我們不但要知道 而且我們要說得出理由 OK 很好 非常好 那無效的可以請教一下您的理由嗎 請問貴姓 李同學是不是 可以請教李同學您的 您對這題感到無效的這個理由是什麼 SK是空集合嗎 好問題 各位告訴我 SK是空集合嗎 不行 不行嗎 你是問號還是肯定句 好 各位覺得可不可以 好 這題很明顯 如果這位同學說有效 我猜您的理由是 S裡面如果有任何東西 它應該就一定是這樣對不對 而且各位不要忘記了 剛剛根據亞里斯多德三段論的 簡易測試法 這個是有效還是無效 我們剛剛在寫這個D的時候 它是有效還是無效 它是有效論證對不對 對吧 可見亞里斯多德採取的是什麼策略 可見亞里斯多德採取的是什麼策略 他採取的就是這個集合可不可以是空集合 可不可以是空集合 不行 OK 好 但是從泛恩圖解的觀點來看 這個可不可以是空集合 可以 OK 所以這同樣的題目 你如果放在亞里斯多德的檢疫測試系統裡面看 它會是一個有效論證 但是你把它放到泛恩圖解裡面看 它會變成一個無效論證 OK 好 差別在哪裡 差別就在他們允不允許空集合 好 我稍微舉個簡單例子給各位聽了 比如說這位同學 我可以當你當例子嗎 介意嗎 不介意 請問貴姓 孫 孫 孫同學 孫同學在這個即將到來的耶誕節 準備去參加party 他接到一個party的邀請 他說這個party太棒了我一定要去 這個party是什麼 是純男性的party 你們為什麼笑得這麼詭異 純男性party很正常不是嗎 OK 他去參加一個純男性的party OK 好 但是他參加完party之後 這個隔天來 對不對 隔天這個不小心隔了一個禮拜 我們這次剛好是隔完應該是要上邏輯課 對吧 他邏輯課來就碰到李同學 是不是 OK 碰到李同學 他又跟李同學說 李同學我告訴你 我那天去參加聖誕節的party 在那個party裡面所有的女孩都親了我 怎麼樣 好 好 OK 這時候這個李同學會覺得怪怪的 這個人 居然這樣子還得到所有女孩的垂青 每個人都親吶一下到底是玩什麼遊戲 對不對 對吧 他心裡在想這件事 好 後來等李同學發現說 原來那天並沒有女孩的時候 請問 這時候李同學會不會說他說謊 按照你們的想法 他算不算說謊 等一下沒關係我們來投票好了 認為他說謊的請舉手 OK好還蠻多的喔 OK放下 認為他沒有說謊的請舉手 認為他並沒有說謊的 他說所有女孩都親我並沒有說謊 OK好放下 所以各有立場對吧 好各位想想看 如果你認為他說謊的 基本上你是站在什麼立場 基本上你站在什麼立場 你的立場就是說 這個集合根本就不可以是空集合嗎 對吧 所以你講的話你說所有女孩都親了我 你說所有女孩都親了我這件事 根本就是謊話根本就是假話 為什麼 因為你不可以談論空集合 OK好 那認為他沒有說謊的 通常他會怎麼講 他通常會說 沒有啦這個孫同學講這句話只是不適當 他並沒有說謊啦 反正也沒有女生嘛 對不對 這個party裡面反正也沒有女生嘛 所以他也不算說謊 他只是講話不適當 因為沒有女生嘛 OK 所以你可以接受空集合嘛 好 那我們平常會不會接受空集合 我們回來反省一下 我們日常生活會不會接受空集合的講話 會不會 來 各位告訴我 如果我告訴你說 所有三百歲以上的人都是人類 你會說這個是真還假 你會說真還假 真嘛 對不對 對吧 可是他應該是 應該是空集合吧 對吧 有三百歲以上的人應該沒有吧 對吧 所以我們日常講話好像 三號我們會接受一些空集合的概念 對吧 就是說雖然我知道三百歲以上的人 會是空集合 但是我會同意三百歲以上的人都是人類 對吧 但是有時候好像又不行 OK 有時候好像又不行 比如說舉個例子 這位同學請問 林同學 林同學呢 上完這門邏輯課之後對邏輯大感興趣 回家開始跟他爸爸討論邏輯的問題 OK 他怎麼談呢 他的談法是這樣 他回家就跟他爸爸說 爸爸我這個在台大念書的時候交了一個女朋友 這女朋友真的是全台灣這個大學裡面最正的大學正妹 OK 這真的不得了這樣子 然後講完之後呢 講了很久了 他爸爸終於忍不住了 就跟他說 那你就帶他回來吃吃飯嘛 讓我看看嘛 到底長什麼樣子吧 林同學就說 可是我的女朋友是空集合 OK 他是最正的但是他是空集合 你想想看 如果他的父親這個時候他會覺得這個林同學應該是 瘋了 很好很好 各位都可以從日常生活裡面去理解這件事 就是基本上我們會覺得他談論的那個空集合 他爸爸會很擔心他瘋了 是吧 會很擔心這件事吧 就你如果一天到晚談那個空集合的對象對不對 所以事實上這件事在我們的這個邏輯裡面 是一個很有趣的課題就是說 我們到底在談論的時候 我們要不要承認有空集合這回事 並不是那麼的清楚 OK 我得提醒各位 這件事並沒有那麼清楚 也沒有一定的答案 也許更好的說法應該是說 你要看你談論的你要先決定 你要不要接受這樣的一個系統 再來談論論證是不是有效 OK 所以我在日常生活裡面我經常跟各位同學提醒就是說 你在跟別人對話的時候 不要急著否定別人 先去想想他背後的邏輯思考方式是什麼 OK 看他採取的系統是什麼 再來決定他講話是不是一個有效的論證 OK 千萬不要那麼快下決定 OK 這個是我們在思考的時候應該要有的禮貌啦 就是不要急著去否定別人 因為也許他的那個思考的那個系統跟你是不一樣 OK 好比說我經常舉這個例子讓各位看 我來舉個例子讓各位看 OK 這個是各位很厲害的啦 所以從各位最厲害的來說明應該是比較好的 對不對 OK OK 對不對 那S平方等於-1 那S會等於多少 I Sure I是不是 你在國中就學會了嗎 沒有 好 請問如果這題在國中出現你會寫什麼 如果在你的國中時代出現你會寫什麼答案 五解 五解太好了 為什麼要寫五解 因為我沒有答案 五解是很有深意的喔 各位可不可以告訴我五解是什麼意思 你們現在應該很容易了解了什麼叫五解 五解的意思是沒有什麼解 它的意思其實是沒有什麼解 時數解對不對 沒有時數解的意思就是說 你若從時數的系統去看它 它沒有時數系裡面的解答嘛 對吧 可是你若從複數系裡面去看 我就可以說它是I 對不對 或者複I都OK 對不對 對吧 就是說如果你從複數系統去看 它就會有這個答案 可是你從時數系統去看的時候呢 它不會有任何的答案嘛 所以有沒有答案這件事 有沒有答案這件事 或者對不對這件事 或者正不正確 或者有效無效這件事 都是依賴於你所採取的系統來決定的 OK 所以千萬不要急著去否定別人 這個是我對各位大家很深的勸告 尤其是你學完邏輯之後 你一定至少要學會這樣一個基本素養 OK 就是不要急著去否定別人的推理 OK 你要先了解別人的推理是什麼意思 OK 再去決定它的有效性 好 OK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做一些練習 各位可以很快來做練習 各位來看一下這個目標是要得到什麼 好 這個目標當然是SIP 所以是有些S是P 那有些S是P 表示我在什麼地方要出現 好 我們剛剛1 2 3 4 5 6 7 我把它插掉 Sorry 好 這個1 2 3 4 5 6 7 應該是在哪裡要出現的東西 6跟7 應該是在這裡對不對 6跟7 您記憶力很好 非常棒 OK 6跟7 應該剛剛都有寫1 2 3 4 6 7 所以我就不寫了 好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6跟7這一樣的東西 所以第一個MS是所有的M都是S 所以我們很快可以看到這個地方沒有了 對不對 對吧 OK 好 這地方沒有了 好 那再來 有些M是P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Sorry 太快了 OK Sorry 好 把它倒回去 好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有些M是P 那有些M是P一定是要在這個地方 對不對 就是在這個地方要有東西 就是在這個地方要有東西 對不對 對吧 那這個地方已經被塗掉了 這應該是4的位置對不對 應該4跟7 那這個4的地方被塗掉了 所以只剩下7的位置 所以你只能寫在 畫在把這個有東西這個XX畫在7的位置 我什麼意思跑步出來出來這個 好 這個7的位置在這裡 OK 可以吧 好 所以這個就表示什麼 這個就表示說有些S是P 好 那有些S是P就是表示這裡6跟7這裡要的東西 所以7這裡既然有東西 就表示它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對吧 所以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OK 好 好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會不會是一個有效論證呢 好 這個是所有的S都不是M 對不對 所以我們很快可以看到這個 原來這個2跟7的地方就會被劃掉 那這個是有些M不是P 有些M不是P表示這個地方3這個地方會有東西 對不對 好 那最後的結論是說有些S是P 欸 至少這個6的地方要有東西 對吧 可是它沒有出現這個 OK 所以它是一個無效論證 好 接下來看G 好 G是什麼 M也是 所有的M都不是S 好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2跟7是不是畫掉 OK 然後呢 PAM表示所有的P都是M 好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邊應該是5跟6畫掉 對不對 OK 好 那結論是所有的S都不是P 要畫掉什麼 我們要畫掉什麼 我們要畫掉什麼 我們要畫掉6跟7 有沒有達到目標 有嘛 對不對 所以它是一個有效論證 這樣可以吧 好 它的這個做法都是非常簡單的啦 好 所以這個SAM 好 所以是所有的S都是M 所以一樣我們要把這個1跟6的地方畫掉 那PAM 所有的P都不是M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應該是多少 4跟7 對不對 好 畫掉 好 所以最後的結論是要表示有些S不是P 哪一個幽靈又飄進來了 哪一個幽靈又飄進來了 空極盒又飄進來了 是吧 OK 是不是這個空極盒又飄進來了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 如果這個是用亞里斯多德的這個 檢疫測試法來做 它應該會是一個有效論證 That's right OK 但是你用方向圖解解法來看 它會是一個無效論證 對 OK 所以各位可以看出他們的區別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對於有效論證的形式觀點 我們現在當然知道這個答案當然是 yes or no 當然是no 對不對 是完全不一樣的 差別就在於說 他們要不要採取這個所謂存在預設 我們稱之為existential import 就是說我們要不要 我們要不要採取這個集合 我們每次談到一個集合 就一定要claim說 我裡面一定要有某些元素 一定要某些element 對吧 OK 就是這件事 各位如果怕忘記 你就想想孫同學的例子就好了 OK 然後想想看 他有沒有說謊 OK 就他有沒有說謊這件事 會決定了你採取什麼樣的觀點 OK 好 OK 有機尾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